全台三级防疫警戒在持续延长到7月12号 华联最南端的副理乡公所表示 面对疫情仍然不能松懈 将家常管制包含民众 摆除全程佩戴口罩 休闲一路场所不得营业 餐饮业一律外带 超市及卖场加强人流管制 结婚不宴客 丧礼不公寄 宗教集会场所全面停止办理 一经查获有违反情势 将不再劝导直接开罚 一大清早在市场购买人潮 中午时间到各小吃店 满满都是人 这些热闹景象还得再缓缓 因为全台三级防疫警戒 持续延长到7月12号 华联最南端的副理乡公所表示 面对疫情仍不能松懈 所有的乡民 尽量不要出门 也不要群聚 这个户内就五个人 不要超过五个 户外不要十个 这样我们尽量来保持这样的活动 然后市场 我们还是秉持着一个出入口 然后一样是凉耳温 然后戴口罩 实名是 那希望说 比较多人的地方 尽量我们把它做分流 那减少这个传染的机会 加强管制包括 民众外出应该要全程佩戴口罩 休闲娱乐场所不得营业 餐饮业一律外带 卖场以及超市加强人流管制 结婚不宴客 丧礼不公计 宗教集会活动全面暂停办理 关闭休闲娱乐场 观展 观赛 场所 以及教育 学习场域等等 疫情查获有违反情势 将不再劝导 直接开发 所以目前我们复理箱来讲 各方面的准备都还可以 那我们还是加强 加强希望说 我们的乡民尽量不要出门 还是在家里 等了7月12号解封以后 我们再出外 乡长更是呼吁民众 非必要不要出门 更不要群聚 共同守住 持续努力 严守社区防险 记者高雄雄 不一项采访报道